我们来看一个萌萌的巨人 近日黑龙家哈尔滨一座18米高的雪人 让人是叹为观止 这是怎么堆的呢 看着这是可爱又壮观 据了解这是12个人花费10天 用了约2000立方米的人造雪堆出来的 他们不仅用雪刀一点点的雕刻 还用铁砂纸来打磨雪人的外表 红帽子红围巾则是用红色的抓绒线缝制的 气温正常的话 大雪人能够保留到大约3月中旬左右 心经病的 刘萌萌的 我们既然是非常有烈的